但是他有时候还不信任我 像有别的男生给我发个消息 然后他都要就是问半天 说这谁呀 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 其实就是有原因的吧 可以说 还有原因 我俩刚好没有几天 然后我就不惊一件 就瞅一下他手机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男性 他就有个标志 不是 你跟我说说 瞅手机怎么能瞅出 一个亲密的男性来 是怎么瞅 就是一个软件上就有个标志 然后就是两个人 就是互为聊天最频繁的 才有那个标志 然后我就瞅那标志了 这都不懂你看 然后呢 然后就挺生气的呗 然后人家就说 我本来打算跟你说的 就是还没来得及 那我瞅见了你再说 跟就是你跟我说 是一样的吗 但那个男的 就是我俩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喜欢我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也不太懂拒绝怎么拒绝 我俩也在一个班上课 不理他的话 就觉得特别没有礼貌 但我每次回的都是 然后就是那种敷衍过去 不是 这可不是敷衍 他说我喜欢你 你说对吧 就我们俩一起吃个饭 你说 不是 他每次就跟我 他表白 然后我拒绝他了 我感觉没有 就是我俩也没有事 因为我也不喜欢他 如果真的喜欢他 我俩也不可能有现在 这说开了就好嘛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呢 就半夜 半夜 半夜 半夜正给我打电话呢 就说要接一个电话 然后就挂了 然后最后我就还发现是个男生 不 这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因为我问他了 还看他半夜的 很正常吗 主要是这个时间点就不太对吧 高中同学 关系还挺好的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 他说他不要急 要问我一下该怎么弄 问你啥 因为就是我俩关系比较好 那个女生跟我关系也挺好的 女生也在跟我说话 我就想着就是我俩聊天 也没什么事 就是聊日常 先接一下 然后给他俩就是说 哪怕就我这边说完了 我就能跟他继续 马上应该就说完了 就明白了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 我又跟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 那你这么能调节 怎么不来当主持人呢 你这不对啊 什么叫这么能调节 不来当主持人呢 他只能当专家呀 不当主持人 就我们这活儿 都给他们抢了是吧 心眼小了点吧 这事人家也说得清清楚楚 也没什么呀 但后来就是那个男生 还有后续呢 对 然后那个男生 就可能给他发一些消息 然后他可能回了 然后就删了 我当时看见的就是两句 就是说什么 你男生 我当时看见的就是两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